11月5日,美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正式生效,力度之大前所未有。 伊朗的700多家银行核公司被美国拉入黑名单,最重要的制裁就是针对伊朗的经济命卖石油。 据美国媒体分析,制裁正式生效后,伊朗的石油出口每天至少减少100万桶。 根据现在每桶石油的国际价格计算,伊朗每月至少总是超过20亿美金折合人民币138亿,每天至少5亿人民币。 不过这并没有达到美国人的要求,美国的目标是除开被豁免的八个国家和地区以外,其他国家不允许进口伊朗的石油。 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节感盟友,得以色列近日表态了,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说,美国为了应对伊朗的威胁迫不得已实施了制裁,目的只是为了使伊朗能够做到谈判桌前友好协商。 以色列已经遵从了美国的号召,停止了与伊朗的一切来往,其他国家也应该支持美国的这一制裁措施。 面临美国的制裁,伊朗反应强烈,因为伊朗高官在被制裁的当天就表示, 美国阻止不了伊朗继续出口十一游,他们与我们的对峙已经持续了多年,我们仍然发展得不错。 出了高挂表态,当天伊朗革命卫队,出动了多架战斗机,举行时代发射演习,一次表明如果美国航母强闯波斯湾区域,伊朗空军有足够实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。 虽然语气强硬,被制裁的伊朗第二天,就有点扛不住了想求和,伊朗外交部高挂表,是,如果美国愿意坐下来共同讨论,我们可以商讨签订一个新的伊朗核协议,这般表态可以说是伊朗服软的一个信号,这说明,伊朗内心还是心急如焚的。 毕竟每月损失超20亿美金,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国家来说,压力太大。 白宫负责国家安全的高官,听闻伊朗的表态,这早干啥去了? 如果之前愿意重新谈判,就不会启动制裁了。 祝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未经授权尽之撰载。 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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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